总统赖清德民调支持度狂飙 绅士重回逼近五成 民众党立委麦玉珍提案文件 内文竟出现国民党团 民众党团总周黄国昌 反直询定义说不清 直播观看人数也被抓包大崩蝶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 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你好我是李月琪 我来关注到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今天首度视察气象署 那么现场呢除了非常关注 气象结合AI科技 还有今天有一份民调 也是讨论焦点了 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这一份最新的民调 显示呢第一个是政党支持度的部分 民进党领先 但是呢有微幅的下降 4.3个百分点 而国民党呢这回呢 是重新来占回两成的大关了 民众党的部分也是有小小的回升 1.7个百分点 但是没有满两成 那么尽管呢民进党的民调 是微幅的下滑 但却总统赖清德个人的声势 却是逆势成长 A是重回到将近五成 赞同赖政府的执政 尤其在20到24岁的支持比例呢 是狂飙到63.1% 还比上个月呢高出26.7个百分点 也就是年轻人的支持度 是大大来增加 那么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容一龙就说 赖总统上任50天 那么先前呢 是有遇到声望重挫的情形 现在是逆势上扬了 有五大的因素 其中呢有包含 他的对中态度是比较强硬的 年轻人也因此明显回流 还有暗示呢 非和家园的能源政策 可能转向吗 以及郑文灿的涉滩案 这火暂时是烧不到赖清德 还有周荣泰内阁的实证表现 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学者呢也点名 蓝白新国会表现时代是太荒谬了 加上呢有抹绿轻鸟行动 让民众更加的不满 还有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萌也说了 国民党关键的议题方向跟年轻人在意的并不相同 另外要看到这是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又有争议 这回呢是有够尴尬的 是在媒体群组中呢 是传了一份他的提案动议 那么打开一看呢 仔细看上头是写着国民党团 那网友就很震惊 说这根本是小蓝的证据 不过麦玉珍办公室有成千一是助理 来比较各党的版本制作时失误了 那民进党立委吴佩议 跟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都有最新回应 赶快来看 这法案到底是谁写给他的 如果是自己写的法案 怎么会不熟到还要去抄别人的版本 以至于在党团协商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去说明 到底提案的利益 那会不会对其他的族群造成伤害 都没有办法清楚为自己的提案版本辩护 我们不会容许 让一个致力于推动平等的法案 因为歧视 因为仇恨而被扭曲 因此我们坚定的捍卫新住民权益的立场 不会有所改变 不过民众党新住民基本法再提收政动议 同样被质疑 再度的偷渡到缩短中配入籍 几年线的议题 那国会的修法焦点 还有立院国民党团提到的 附中旅游团解禁 今天在院会通过了 不过先前在朝野协商时 国民党团出的是强调解除附中禁团令 也主张要优先开放中国的观光客到里岛旅游 民众党也附和蓝营的说法 民进党团回应 中方日前才公布承接台独22条 难道大家都不会怕吗 应该要滚动式的检讨 现场的激烈交锋马上带你来看 如果陆客当然帮助很大 所以说这个希望赶快来开放 尤其我们进门地区 我们进门地区真的是 观光产业现在真是非常非常的惨 不要说小三通前几年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开放 那个时候 我们每一年损失二三十亿台币 就相当一亿美金的这个观光产值 如果从2023年的话 台湾到中国有176万人 但是中国来到台湾只有22.6万人 这是去年 如果以今年一到六月上半年的统计 台湾附陆到中国的超过100万人次 而中方的来到台湾只有15万 所以数字会说话 就开放性 就彼此的互通 input output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悬殊的差异 所以问题在哪一方 其实用数字来凸显也非常清楚 好不过也要看到呢 先前路委会副主委李立真也说了 赖总统说过 现在是卡在中方要不要开放 尤其是中共对台采取复合式的威胁 在这个时候呢 解除禁团令 恐怕会误导国人 对人身安全风险的警觉性 也是向国际社会释出错误的讯息 民事长立委陈柏阳也有话要说 马上来看 那么关于呢 这一个好所谓的两岸交流的这一个限制 它其实有两个文字 第一个层次就是 我们的人能不能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层次 他们的人能不能过来 我们的人能不能过去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有城市台独的条例啊 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 所以在这一个层次上面呢 如果我们立即解除 说大家都可以过去 那是不顾国人的安稳 那第二个层次呢 是倒过来是 中国人能不能够进来 那中国人能不能够进来 目前都是卡在中国 不是他在开关 所以刚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一个秘密就是 现在是中国的公安部 不肯发光光相关的签证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 有中国的公安部 所以真的要做决议 应该是请习近平那边开放 不是请我们这边开放 那至于最后 前逾政委委员 不断提到人民有前洗的自由 其实我们现在自由形势 都可以发生的 那也就是我们限制的是招揽 不是限制个人的自由 所以他们一直说什么 个人有前洗自由的等之类的 其实根本就不符合 今天我们讨论的意义 好 继续关注 今天国会修法大清仓 多项的重大法案都推进了 也要看到是蓝白联手 通过邀请赖清的总统 到立院报告 那么呢 另外也是三读 通过NCC的组织法 委员最多呢 连任一次任期八年 那如果遇到立院不同意 或是有出缺 委员人数不足的时候 行政院长应该在 三个月内不足提名 那包含另外看到立院 有三读通过证交法的修法 要求上市柜公司 应该提拨一部分的盈余 一定的比例帮员工来加薪 不过当然民众意见两极 有人认为冠老板实在是太多了 又有人质疑 罚规的实际受益 那么另外要看到是 三读通过地方制度法修正案 下收议员席次的门槛 到人口七十万人 也就是呢 预计下一届在彰化县 云林县 基隆市 新竹市呢 可以各增加一位山地原住民议员 我也要看到是屏东县 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人口外流的关系 下届议员的席次 恐怕会减到四十三席 另外外界都很关注的 花冬块特别条例 这回不修法了 国民党团总招傅昆锡 改成主决议 前后期程呢 是希望以十二年赶快来完工 以及健保改革的部分 现在是健保点值不修法 改成主决议 建议行政院来参考 明年六月底平均1.0.95元 另外呢 还有令院通过的是刑法修正案 宁愿为满七岁的幼童者 要加重二分之一的刑责 好 持续要看到民众党团总装 黄国昌PO了这一份好长的答辩书 要回复大法官反质询定义 今天呢是持续受到检验 那黄国昌今天也有最新的回应 他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质询的定义 那么反质询又怎么会违反 法律明确性原则呢 不会被政治评论员吴静以回几 说这100字说明的反质询定义 是缺乏民词解释案例 还有例外的说明 构成的要件也不明确 开枪答辩书中还不忘要酸大法官 就像论文要酸一下教授 支持黄国昌的问题 就是无法面对自己的国会扩权企图 只能加入模糊的说辞来合理化 不过黄国昌的表现呢 除了被网友开酸 也流失不少的支持者吗 看到的是有人分析 黄国昌直播人数大减了 泛蓝的讨论度剩一成 还有泛白的观众也只剩6个百分点 对比全政时期流失3.6万人 媒体人终年谎要问 如果今天立委是用错误的讯息来质询 那么行政官员难道不能提出纠正吗 这样也叫反质询吗 也就是说定义实在是莫名其妙 如果说上一次在宪法法庭 黄国昌的表现是死到 那么这一次补考还是死到 好来关注到美国前总统川普 今天正式宣布他的副首人选 就是现年39岁的俄亥俄参议员范思 那么他的身份揭晓 外界也很好奇范思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可以受到川普的青睐 进一步来看到呢 范思从政其实才两年 而且还有多个身份 像是他是作家跟创投家的身份 那么他的成长经历也很励志 是从出身穷困的做工家庭 到靠着努力慢慢翻身 那这段故事呢 甚至还被出版成畅修的自传 再看到他的政治立场 是很戏剧化的 在2016年 他还一度大力的批评川普的参选 甚至还用美国版希特勒来形容川普 到现在呢 变成头号的川粉 两人的政治理念也大致的相同 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上 范思是强烈的抗中立场 也和川普一样 那么针对这一次的竞选组合 川普的幕僚就直言 范思将对关键的摇摆州 带来极大影响 政治学者也纷纷指出 范思的出身背景 会让人民感觉更有亲和力 更有连结 而且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也很大 不过在民主党人眼中呢 范思180度大转弯的政治立场 看起来就像是在投机 另外还有媒体指出 范思过去有提倡加码补助燃油车 并批评电动车补贴的言论 未来可能会冲击到美国的电动车产业 不过目前看来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看起来似乎并不担心 甚至还在社群写下祝贺文 大赞川普的副手人选 是很棒的决定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交点话题